70岁的黄美凤阿嬷 她原本的个性是郁闷不开朗 不过后来她看到了大一电视台里头 有许多人因为环保而改变的生命故事 抱着好奇心她走入了环保站 重新找到了她的生活重心 也开始跟人有说有笑了 准备好了 骑上电动车 出发 她是黄美凤 爬里爬里的黄色安全帽特别醒目 今年70岁了 最近认识慈悸 身材虽然娇小 但动作干净利落 经常做到废寝旺时 细心的志工们互相提醒 逼红阿要记得吃饭 看她和大家说说笑笑 那是在到了环保站之后才开始的 我就无聊了 我就告诉我们儿子说 你们都有出去 我看这里有酒精的 回缩吧 刚刚上班有看到 刚上班的路人有看到 看到河维路亚有 十几环保站 这样离我家较快 然后她又可以去 原来孩子大了 各自有工作 在家里的美凤特别无聊 觉得人生没目标 偶然机会看了大爱台 觉得做回收好像不错哦 要儿子赶紧帮她找一找 人生有了新方向 再加上认识了朋友 现在的黄美凤特别无聊 朋友找她还得先预约哦 大爱新闻 珍珊美志工 陈仙辉台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